就是说072这一次 意外出现在台湾的花东跟宜兰的沿岸 也说明了一件事 邱罗正讲的对台湾到处是战场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避免解放军的攻击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7月21号台湾讨论解放军最多的问题 第一个是山东号航母什么时候进入到南海 第二个就是在花莲的夹根号072这两艘登陆艇 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它的母港就是它的基地 那你第三个军机四面落台 什么时候可以让台湾有一个清静的天宫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山东号航母在旅宋海峡 要不要进入到南海 登陆艇什么时候离开东岸 军机老台什么时候可以暂停一下成为台湾关切的话题 确确的说 072登陆艇跟加根号应该在7月21号的这一天就要撤离了 因为有台风将从台湾东部水面通过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避免危害的发生 我想072跟加根号海车船 这三艘船舰应该最晚会在今天傍晚撤离台湾东部海岸 至于山东号 山东号已经离开了菲律宾海 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宇宋海峡 那今天极有可能 好极有可能就回到了南海 就是山东号应该不会北上 那至于说 072登陆艇在东部已经停留了一段时间 它停留了一段时间 我们看台湾监控的资料显示 都是由加根号在探测水文资料跟海底的形式 传输给072登陆艇 那从这里 大家都在谈 072跟加根号跟山东号 这一条线下来 它为什么都放在东南或者是东部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说在台湾的东部 它有三个地方 都是适合两栖登陆的 一个在南洋 就是宜兰 一个在花莲的北埔 一个是在台东的资本 都适合旅籍单位的登陆 因为它海岸的平缓等等这些特性 所以它只要登岸的时候 它兵力可以大幅度的展开 但是这三个地方 虽然是台湾指定所谓的红色沙滩 红色滩岸 红色滩岸 然后我们必须要说 台湾在台东跟花莲 这个地方只有两个旅的兵力 但是它海空的实力 有168舰队 一个是168舰队 另外一个 各位看看 它又是海空战力的保存区 它在这个地方有空军 有两个连队 所以解放军真要在这个地方登陆的话 它必须要有航母 否则的话 这些登陆艇都是火把 都会成为台湾海空军攻击的目标 事实上解放军拿东部干什么 解放军拿的东部 只是把你战力保存区 把它切断而已 使赖清德无法运用 战力保存区 进行最后的对抗而已 那当然 两艘登陆艇加海测舰 后面又有一个航母 打击群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解放军当然会在这个地方 用牵制性的兵力 让台湾东部区域的兵力 无法调到西岸来 那其次我们再来看 因为东部都是沿岸地形 沿是沿石的沿 都是沿岸地形是适合登陆 不像台湾的西岸都是 营级单位的登陆 它整个东部海岸是适合施局跟登陆 就是它的红色沙滩就是南洋平原 花莲北埔跟台东资本 这一些都很少想 大家几乎都很少想 因为长期以来 台湾一直认为 东部是一个最安稳的地区 只不过当中国大陆 它发展出航母 它可以用颠倒正面的方式 从侧翼袭击的方式 来牵制台湾兵力的调度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好好去看 资本海滩也好 花莲北埔也好 再加上南洋平原也好 因为它整个的海岸线长 大概是300多公里 300多公里有三个沙滩 适合登陆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比西岸还要来得容易 尤其是这个地方的兵力 实在是太少 所以台湾现在它最怕的就是说 真的是从登附登陆 东部登陆的话 他们并不认为说 可以马上威胁到台北 至少可以牵制这个地方的兵力 不得西掉 不得西掉的结果 那西部 台湾的西部 那整个的登陆点 整个的登陆点 对于解放军来讲的话 当然压力加大 因为就台湾的兵推 各位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东部是很少很少列入到所谓的交战区域 那现在因为航空母舰的发展 把它列入到一个交战地区的时候 这个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所以我们可以说 072放在这边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威胁 但是这个威胁不是说所谓的红色威胁 而是兵力的牵制的威胁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一方面要应付登陆部队 另外一方面 应付中国大陆的航母 就是航母适合在开阔的海洋运动 这个是军事尝试 所以我们讲 好 所以我们讲 就是说072这一次 意外出现在台湾的花东 跟宜兰的沿岸 也说明了一件事 邱罗正讲的对台湾到处是战场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避免解放军的攻击